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还是必须强调 汇率的升扁总有劲头 股市的涨跌也总会反转 所以不可能说永远的扁扁扁 永远的跌跌跌 跌不完 不会的 那还记得在昨天礼拜四的节目里面 欧阳老师就跟各位说了 台币要短线执扁 抗扁 那么可能要多注意日元的走势 因为在国际市场上 台币其实它是特别容易受到日元走势的影响 那日元其实今年狂扁二十几% 这种扁值的速度 力道 虽然有人认为说 扁值不就是可以带动日本的出口吗 可是因为连续的几扁大扁 不会是任何一个国家 希望看到的汇率变化 所以我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才刚跟各位说 日元有可能会出现短线 逐步抗扁的力道 因为官方可能会出手干预 果不其然 在昨天日本的官方 就真的出手干预日元的会价了 因此我们看到日元的走势 在昨天呢 是出现了一根带长上影线的黑K 并且爆出了波段最大量 那所有的台股投资朋友 技术分析的角度 你很清楚 不管这是一个什么商品 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K线形态 高档爆量 流上影线收黑 它基本上就已经符合 短线转折的条件了 所以日元当然不会说 因为官方一天出手干预 它就整个趋势扭转 然后开始往下升值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从这一根K棒已经很明确可以看出来 官方进场干预之后 日元短线 它就会有抗扁的力道了 那日元如果抗扁 台币也就会慢慢有抗扁的机会 所以台币虽然今天还是在早上比较弱势一些 不过同样的台币的一个长期技术面的压力关卡 大约31.7这个地方其实也非常接近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指数的角度来说 虽然今天破低 但是汇率的角度是领先来做观察的指标 那我觉得真的不用太过于悲观 再加上大盘的日KD指标形成低档背离 所以呢指数就让它沉淀 那让它打底 然后去静待下一次的一个反弹 那当然这所谓的一个盘久必跌的理论 最主要指的就是市场的信心 它会像是骨牌效应 我们常说看大做小对不对 但这个前提是在于大型股休息整理 那等于也就是说指数休息整理的时候 可以呢去掌握有成长力基的中小型个股 可是如果大型股的卖压加大 资金不断的撤出 然后导致指数破低 这个信心的倒牌 其实它也会慢慢扩散影响到中小型个股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呢 小型股的卖压也蛮大的 那我认为当然手上如果 有布局一些成长性不错的小型股 那这里其实就稍微沉淀一下心情 那检视一下呢 资金跟持股的配置 那不要太紧张 也不要呢冲动随便乱砍乱杀 那我想有数字为后盾的小型股 基本上呢 后面当资金回流 信心回稳 要涨还是会涨这些 比较有爆发力的个股 那我们昨天跟各位谈到几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包含就是呢 在这个6550北极新药业的解盲 那我们来看一下北极新药业 在昨天呢 解盲成功之后跳空掌停板 一架到底 但魏昂老师呢 其实在昨天呢 说了实话 但是呢 也许是很多人不喜欢听的实话 我看到这根掌停板 我其实没有任何的 特别的兴奋之情 也没有因此而认为 北极新药业要狂飙 然后呢 带动生技股一路狂涨 我并没有这样想 相反的 我是跟各位提到 解盲成功 或许是一个阶段目标的完成 但是也是下一个阶段挑战的开始 新药股要成功 新药股要能够呢 赚大钱 真的没那么容易 非常困难 不要只是看到新闻的标题 这些所谓的解盲或药证 你就呢 拿自己的钱 去做赌博 因为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产业 这个产品 你就贸然的抢劲 希望它能够呢 喷喷喷喷涨停 说实在话 这样子的投资动作 其实跟赌博 有什么两样 完全是靠运气使然 那当然今天北极新药业 其实就 又马上给我们市场投资人 上了一课 昨天你买都买不到 今天开高之后在这里 回撤 拉高 再震荡 光是在十点以前 第一个小时 就成交爆了大量 你想想看 套了多少人 套了多少人 但是今天呢 十一点钟过后 跌停板锁住了 那昨天买不到的人 那不小心昨天还有呢 冲进去挂掌亭 有接到的人 昨天以为是重头奖 重乐透 今天发现 哇 赌错边了 因为昨天买到的 跟今天早上追进去的 你从收盘价来看 跌停板 193.5 是不是全都套 好 那我们切到小时线 给各位看 小时线的部分呢 就我一样 是刚才所讲的 今天光第一个小时 它就爆大量了 第一个小时 所以在这里买进的人 全部都被套牢了 那我不想用一些 不好的话来形容啦 但是过去台湾有很多新药股 真的都发生一些悲剧 那这个其实是来自于 大家把投资新药 好像当成是一种 赚快钱的歪风 这个产业是需要被鼓励的 但也需要被监管 同时投资人是需要被保护的 但如果你自己肝冒着风险 拿着你辛苦赚的钱 去投资一个你不懂的东西 真的请记住 魏洋老师所说的 这个跟赌博 是没有两样的 那北极星药业今天往下 那当然 有点冲击到生技股 但这是难免 因为市场的气氛 可是 回归到我讲的 如果生技股 是有业绩数值 不管是营收 获利 或者现金流入 甚或是配息 再加上有法人的买盘 我觉得真的不用太过于担心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美食 回挡下跌了4% 但它的格局有没有改变 没有 其实这一波美食呢 都还是在季限之上 做整理 蓄势待发 我们看到宝瑞 今天的高点过昨天高 那今天呢 小跌1.5% 基本上呢 它也是在季限之上 甚至今天 它仍然是站在月限之上 也守住了上升的趋势线 所以这边来看 有业绩的美食 宝瑞 似乎其实筹码都还是有一定的稳定度 这就来自于 因为很多在里面的部位 它不是这种 而赌博式的买盘 是真正 愿意呢 追踪业绩 去做中长期投资的 实质性的买盘 那另外我们昨天还跟各位聊到一个重要议题 就关于解封 那我想 再让大家看一次 2610华航 这一条线 是240天移动平均线 也就是年线 现在华航的位置 是在年线之下 好 那下面这个是10张以下的散户持股 真的可以算是 非常小的散户 持股不到10张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 华航在今年2月看到股价波段最高点 拉回到现在跌破年线 这一段空头走势之下 散户的持股却是节节高升 一直在增加 假如说 我把这一档股票的名字盖起来 我告诉你 它的散户持股在增加 而股价却是连续在拉回破底 然后跌到年线之下 各位你觉得这是多头还是空头股票 你们心里有答案的 但如果这个时候呢 媒体也好 专家也好 包装了一个故事 开始跟你讲故事 国门要开放了 大家可以出国了 大家期待已久的日本自由行 大家迫不及待要买机票出国了 机票会涨价哦 这时候你会开始期待 甚至相信 华航是一档多头的股票 所以理性是一回事 情绪的管理又是一回事 是一门更重要的功课 那我其实连续两天 周三周四都跟大家提到 关于航空 关于观光旅行社 这些解封股票怎么看 那真的还是希望大家 如果你刚好前两天错过节目的话 要赶快利用周末假期的时候 上网补课一下 周三周四股市全园节目 一定要帮温雅老师按赞订阅转分享 那其实我真的是希望大家 赚钱不容易 那老实说啦 买到对的股票你都不一定能赚钱 况且不要去跟人家乱缴 或去买到错的股票 各位看 昨天的华航已经盘中急跳水 今天还是往下杀 那长龙航也是一样 但如果真的要比起来的话 我只能说长龙航会优于华航 那如果要细部来解析为什么 这个找时间再聊 或者说我们在line上面再来聊 那至于说呢 旅行社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像三副 真的不要学不会教训 昨天也是呢 冲高之后呢 杀低 今天又是开高走低 各位看一下五幅 开高走低 那雄狮相对比较稳 为什么 他是龙头 比较没有那么夸张 那凤凰也有一点 开高走低的压力 所以这边有一些题材面的东西 真的要适可而止 那真的说要解封的话 大家站在一个地球村的国际观来思考 不是只有台湾在解封 台湾算相对落 就进度比较落后嘛 其实欧美现在都在解封了 那真正解封之下 还是有很多可以留意的商机 这是真的 毕竟人类的生活受到了影响两三年了 那如果要回到一个完全疫情之前的常态 还是有很多地方会改变 那其中一项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呢 更注重健康 回到健身房御动 尤其是像欧美 那所以呢 健身房的连锁业者开始扩大展店 这当中呢 以上用健身器材为主的就是乔山 所以它会是受惠的公司 八月营收创下新高 那后面的营收还会再持续走高 这一段时间 它几涨一波之后呢 在这边呈现了量缩的整理 其实姿态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想这个地方 借由大盘的一个 如果弱势回挡的话 刚好可以测试 哪些股票的抗跌力道是比较强的 好 那至于说呢 货柜海运的部分 昨天已经跟大家提到 不管是美西美东或欧洲线 亚洲线 其实呢 现在都是呈现 现货价大幅的修正回挡 甚至都跌破了合约价 那其中又以呢 亚洲线的回挡幅度是最大的 那这边如果我们看到法人呢 针对货柜三雄 今年明年到后年 2024年的EPS的预估 非常的吓人 长龙会从65块 掉到20块 再掉到1.49 阳明57块 17块 0.61 万海38块 6块 1.54 所以你会发现到 在这里 EPS可以说是 今年最高峰以后 明后年是连续报检 不是微服下滑 是连续报检 所以相对来说 这个产业的修正才开始 所以不管它股价从高峰跌到现在 是跌了几% 各位要注意的是 产业的修正才要开始 这是景气循环产业的宿命 所以不会那么快 不会说9月10月11月 年底之前产业就落底 不会那么快 那这里如果说你真的已经被套牢了 而且赔很多进退两难 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或许你可以思考就是配对交易 相对来说 长龙的评价是最低 那万海的评价是最高 所以如果真的是停损换股 你做不到 卖不下去的话 那至少你可以适时的续报 产业的龙头或评价低估的股票 然后进一步放空 这个业绩下滑压力比较大的业者 或者是评价比较更为高估的业者 达到一个配对交易 组合获利的目标 那至于说在航运的部分 我倒觉得还是可以持续留意一下 长龙集团旗下的2607荣运 这里冲高之后回挡 其实也是一个高姿态的 技术性的小幅回撤 那逢拉回应该也是值得持续去做留意 那最近的行情震荡 所以投资的一个脚步一定要跟上来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金额广告 待会还有其他个股进一步分享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法人对于3708上尾投控的分析以及建议 那其中提到第一个重点是呢 原料成本下降 所以毛利率开始回升 第二个呢 8月营收表现还不错 月增的两成 主要是因为环保绿能材料跟碳线副材 出货的动能转强 第三个呢 三大产品线下半年营收都会优于 上半年 所以看起来呢 其实上尾投控 以今年的角度来说 就是有点稻吃甘蔗 渐入佳境 那预估今年的EPS是8.48元 预估明年的EPS是14.19元 所以相对来说 目前的评价并不高 那我认为是这样子 上尾投控 当然本身呢 是非常值得去做追踪的 因为呢 它股价是在低档转强 我们看它昨天涨停板 那表现算是呢 相对突出 因为现在很多个股 包含大盘其实都在修整 不过呢 考量到盘市的震荡风险 以及现在市场资金轮动的节奏 是非常快速 所以当上尾投控来到了短线的压力区的时候 这个地方碰到空方缺口 我们呢 早盘就让家族先把档 获利一趟 这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操作 昨天买 立刻限买 限赚涨停 今天早上呢 它还冲高 那出清之后 各位看看 压回到盘下了 所以其实 从上尾 昨天到今天的表现 是不是很值得 大家去思考 一档股票 该买的时候 第一时间 你就要跟上来 一档股票 不要呢 等到涨上去了 才想要去做追高 那反倒是我们一卖 它就下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操作节奏 那你千万不要说 因为是看了节目 所以呢 昨天我们买 你没有买 今天早上它继续涨 你才追 就尾盘掉下来 套住了 这里 可能又气 又慌张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是魏昂老师害你哦 不是魏昂老师骗你哦 我都还跟各位讲了什么 法人的观点嘛 法人观点 就比方说 这家公司的确是有 你值得研究跟追踪的地方 对不对 但是操作你要怎么做 这个其实 大家也说真的要想想吧 如果你的脚步总是很慢 或你很忙 没有时间盯盘 一转眼 股价风云变色 那怎么办 你是不是就要找 魏昂老师 跟我的团队 一起来帮助你 因为这个盘 现在的特色是这样子啊 如果一个股票 可以呢 买完之后 眼睛闭起来 放三个月 然后三个月后 回头看它涨了一倍 我也喜欢 我也想要啊 但是 现在这个盘 这不是我决定的啊 大盘没有量啊 大盘破低嘛 所以市场资金 就会越打越短 越跑越快 这就是节奏 我们就是尊重这个节奏 顺应这个节奏 那当然有些股票 最近也都开始有点震荡拉回 像宏康 那我觉得 这个投资朋友来说 一定又会觉得很紧张了 哇 老师 宏康 你说投信会做账 那为什么它也跌下来 这两天它有一些震荡 其实从它创高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大概宏康的技术形态 就是红黑红黑啦 有一些震荡 那这个就是呢 慢慢浮现出 现在盘面 短线的资金 冲进去杀出来 冲进去杀出来 不过投信没有跑 所以真正关键 波段控盘的大咖 是投信 投信没有跑 所以做波段是不用太紧张啦 但事实上 如果你是我的家族会员的话 其实我还是会带你在这里面 适度的去做一点价差 虽然我非常看好的是 宏康年底 甚至是明年的爆发力 这个长线还是很有看头的 那华欣光今天早上先创了破断新高 来到最高点 但是马上翻黑 那盘中呢 也跌得有点快 不过呢 下沙之后取量 看起来呢 低档也还是有承接的买盘 基本上这些呢 有业绩为数字 又有投信买盘撑腰的 其实也真的不用太过于紧张 那历清今天也有点震荡出现 那所以我们之前就跟各位提到 现在的一个盘势啊 很多股票 第一个你要先把它的 短中长期的展望 掌握清楚 那现在一定要去锁定 要卡位的是 第四季会比第三季好 然后明年会比今年更好 在一片不景气当中 这样子的公司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那也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业绩数字为后盾 所以法人一旦看到这样子的股票 他跑也要冲过去赶快买 你知道吗 那法人也会很吸收 因为法人他一定要持股 他把这些股票如果卖掉 连这种股票他都抱不住 那请问他要买什么股票 有疑虑的太多了 上党套牢的 筹码乱的也很多 所以呢 法人索码的业绩会成长公司 各位就是跟紧我们的脚步就对了 面对行情动荡的时候 请大家一定要先安定内心 进一步理性思考 最后呢 魏洋老师一定是帮大家审慎规划之后 才带你稳当出手 所以不要害怕 指数一时的波动压回 最好的买点其实都是在 大盘回撤的时候浮现的 只要跟上我们的脚步 买进有数字的公司 将来其实大家都能够安心抱股 开心收割 加入魏洋老师的LINE 一起来交流讨论 祝大家操作顺心 下周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逐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事停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再次回应该就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